17岁,他开始环游世界。 19岁,他来到中国,决定留在北京。 20年的胡同创业历程,身无分文的他,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奇异家? 英国人江思海,一个胡同里的洋老板。 20年的胡同,决定留在中国。 大陆,他来到中国。 20年的胡同,决定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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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人到北京都会到这儿来逛一逛看一看 就是这样一条传统的北京葡萄 却活跃着一群惊霸碧眼的洋居民 而且我听说在这儿开第一家店的人 也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小伙子叫江森海 南楼鼓巷里这家窗壳跌疤的小店 就是江森海的店面 面积不大人气却很旺 四川名菜公报鸡丁 东方红拖拉机 中国青花瓷 以及红柳金 江森海店里的这些T恤山图案创业 容纳了不少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元素 我就是西方东方合起来 我就看到东西觉得在我眼里好看 然后我就去用 你看我发现这个很特别 它是用那种平时叫舌皮袋 那种塑料袋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美吗 还是觉得它特别老骨 我觉得它本身就好看 还有有代表性 因为我们做很多东西会有代表性 就一看到就觉得很瘦 见过它的东西 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2004年 江森海在南螺谷巷开了第一家创业店 短短几年间 在这条长七百八十六米 宽八米的胡同里 就先后出现了一百多家特色小店 这里也成为了北京知名的旅游景点 江森海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南螺谷巷创业呢 这还得从他的个人经历说起 因为当时我知道了 去过十几岁开始 就到世界各地都去了 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在中国呢 这个也是 怎么说 我是过来旅游 后来没钱 就花完了 然后我就没法回去 所以我就开始照顾工作 江森海出生在英国东南部的萨利庆 距离伦敦市中心三十英里的吉尔福德镇 从小生活在贵族大家庭里 崇尚自由 喜欢闯荡的江森海 十七岁高中毕业后 就开始准备环游世界 虽然父母对他的这一决定并不赞同 但江森海还是离开了英国 先后去了非洲 南美和印度 1993年江森海来到中国 原本以为婚期是环球旅行的江森海 自己也没想到 北京这个城市让他停下脚步 开始不是很习惯 然后完了慢慢学会了一点北京话 然后开始跟人交流 最后是人的愿意让我留下来 刚开始不知道会不会留下来 来到北京后 不会说中文的江森海 只能做起了外教 当时他在大中寺租立间平房 一个月七八百元的房租 房东还提供一语三餐 出到北京的江森海 开始体会到北京人的热情好客 我北京的朋友都非常好 一个人要在一个城市留下来 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的愿意 我是过来看 看完了我觉得就是没法走嘛 然后就自己开始起研 开公司 然后找到好朋友 过着一个挺不错的日子就走不了 江森海慢慢学起了中文 并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 工作之余 江森海喜欢骑着自行车 在北京的胡同里转转 鼓楼 天坛 圆明园 颐和园 江森海爱上了几具北京特色的胡同 于是他搬进了圆明园的大杂院 那时候在圆明园 我们好几个院都是联起来的 可能有七八个院都是联起来的 大家都一块 都是通的 都可以一起一块吃饭 一块晚上一起喝酒 然后强歌 我喜欢那种大杂院的生活 跟好多人都一起生活 然后上边也是很多历史 很多文化 然后我就挺喜欢的 熟悉了一段时间北京的生活后 江森海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制度 卖鞋 做网站 开酒吧 咖啡厅 但都没有成功 后来江森海又开了一家市场调查公司 由于经营管理不善 没几年也倒闭了 七年过去了 对于身在异国他乡的江森海来说 矿业屡屡失败 最后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2000年 无奈之下的江森海决定去上海发展逝世 从小酷爱音乐的江森海 在上海找到李嘉俱乐部 做起了DJ 这期间 他和一位中国女孩 迅速走进了婚姻 并有离更为团人 没想到 这段婚姻因为彼此性格不合 只维持了一年就走到了尽头 婚姻失败了 在上海也没有找到创业的方向 江森海的人生再次陷入低谷 他决定带着女儿回到北京 在上海也不太适合我 我觉得上海那边的速度 比我想要要软能快一些 我老说就是北京很男人 路的很宽 吃的都是游游 北京很男人 对 特别男人 上海我觉得想一个女孩 想一个女孩 都小的 漂亮的 怪弯的 精致 时髦 吃的都比较浅 都比较想一个女人 我是一个奸行的男人 所以我很适合在北京生活 圆明园大杂院的生活经历 让江森海觉得很温馨 回到北京后 江森海决定带着女儿 住进南楼古巷胡同的 这个四合院里 这一住就是七八年 我是住在这个家 有两层的 还有一个阳台 对对对 从哪进去 从这个门进去 但是现在对 现在不好见 别人在那住 这里都是就是 对对对 那是一家就是老妞 我一个一个邻居 这也是另外一个邻居 一般下午四点三点 孩子从特儿所学校回来 可能也不一定会去咱们家 可能先去那个家 或者这个家特别好 先去邻居家玩 对 先去邻居家 有可能就在邻居家吃饭 对对 看他们在做什么的 因为我做饭也不好吃 住进四合院后 生活安定了 江森海决定 再次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 对于做什么 他这次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江森海在他环球旅行的过程中 看到很多地方 都有代表各自地域特色的文化山 可九十年代的北京 类似的创意文化山 却并不多见 这让江森海看到了商机 他决定开一家自己的创意小店 正在此时 四合院的邻居康阿姨 正要扔掉的一个暖瓶 给江森海带来了创意的灵感 把这些中国人熟悉的图案 印在T恤上呈现出来 这就是江森海的创意 当他兴奋地把这些想法 告诉同住在四合院的邻居时 邻居们却并不看好 第一个阿姨 她说你做文化山 你懂钱怎么赚钱 其实开始好多人觉得 我们的创意是挺新鲜 因为那时候六年前 还没有人开始做复古 或者开始玩这些东西 所以刚开始没有人怎么欢迎 邻居们的劝说 加上多次创意的失败 江森海对于这次机会 多少有些犹豫 就在他为是否开店的事徘徊时 一个女孩的出现 筋定了他的信心 通过朋友 江森海认识了当时 在北京留学的加拿大女孩 老拉 两个人一见如故 老拉鼓励江森海大胆开店 没电你怎么会想到在这开店呢 而且你好像是当时 第一个在这条街上开店的人 原来那边有一个西山亭 就是当时街没有什么穿意店 然后我就开了第一家穿意店 对 就因为家里近嘛 我就 我也 那时候我也不爱离开这边 因为我一般都在胡同里 所以我就想在胡同里开店 而且我很多元素 也是跟那个 也是跟那个胡同有关的 下定决心的江森海 拿出了自己这些年 在中国的所有积蓄 三万块钱 再加上向中国朋友寄的一万块钱 总共四万块钱 在南楼谷巷里 租立间十三平米的店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江森海的窗可贴吧小店开业了 窗可贴吧也是因为这个吗 也是中国人喜欢吧 其实开始我们就是窗可贴 但因为我们的标志是一个楼牌号 每个楼都有签了一个楼牌号 写的是什么地址 后来一个号 那个楼的号 后来我就切了一个8 因为8发在中国 然后后来很多媒体看到这个标志logo 就觉得是窗可贴吧 其实就是窗可贴 后来我们就改成窗可贴吧 这件长城图案的T恤衫 就是江森海设计的第一件作品 开业后 店里的生意并不像江森海想象的那么好 有时一天只能卖出两件T恤 销售人员的不稳定 更让江森海内心异常着急 最开始他刚开业的时候 他找了一些好多都是外地的小姑娘 给他看店 五个啊 在我之前半年的话五个人 你想这频率够高的吧 后来他就找到我了 作为邻居 已经退休的康阿姨 非常乐意来帮忙 让江森海没想到的是 康阿姨的帮忙不仅解决了店里的燃眉之急 生意也越来越好 对康阿姨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是再熟悉不过了 做的挺好的 然后销售每天越来越好 然后就觉得 其实这种爱意还是挺适合咱们点的风格 后来我从那天就都变成爱意 就没有再找年轻人了 有了阿姨的帮忙 江森海松立口气 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T恤山的创意上 逛胡同 逛旧货市场 江森海走街串巷 到处寻找新的创意灵感 与此同时 江森海迎来了生命中的另一件大事 在和劳拉相处了一年之后 他们的爱情也有了结果 2004年 江森海和老拉决定牵手 而举行婚礼的地方 就选在了北京的后海 老拉和江森海一样 都非常喜欢刺合院的生活 结婚后 他们俩决定继续住在 南楼鼓巷的刺合院里 一般我们都是互相帮忙 其实这家老牛 她是那种人什么都能修 电视机坏了她会修 假具坏了她也可以修 什么都行 在大家院我觉得会给你一种安全感 晚上特别安静 然后就是谁都知道谁的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跟我老婆吵架 第二天早上出来 所有的邻居都说 老江 昨天晚上跟你老婆吵架了 怎么回事 都听见了 我也能拼监他们在吵架 江森海觉得北京的胡同非常美 他对胡同有这种特殊的感情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的胡同文化 江森海决定把南楼鼓巷的文化地域 和自己的创意地序结合起来 办一场胡同时装秀 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街道的大力支持 我做了第一个文化节在这条街 也是街道支持的 然后那个 就是今年也是在准备做一个原创节 原创节 就是去支持咱们一些原创的店铺在这 江森海举办的这个独居特色的胡同秀 获得了很大成功 胡同秀也让江森海成了南楼鼓巷上的名人 首接到的邀请 他还成了南楼鼓巷街道商会的会员 江森海对胡同的一草一木更加关注 在他心里 早已把胡同当成了自己的家 你提过什么意见 就我还是有一点 这个车 我觉得不应该有车街条 那你有没有去提呢 你比如说这应该是一个步行街 不应该有车进来 你会不会去 这个我们从开始就提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很难 因为他们就是怕如果把这个给封上了 会把那条街和这条街那边给压力 很大 这些年政府加大了对南楼鼓巷改造和保护的力度 南楼鼓巷的游客越来越多 江森海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于是江森海决定扩大经营规模 大批量生产创意T恤 没想到的是江森海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 最多时现下T恤加工厂100多万元 就让江森海陷入了濒临破产的境地 有一段时间店里也没货 然后我个人也没有现金 因为我加了一天多块钱的衣服 我现金都花完了 差一点着币了 就是去招了这些工厂 然后说能不能先借我一笔钱 借我一批衣服 幸运的是 江森海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口碑 让工厂老板同意等他生意好者后 再慢慢偿还债务 有了工厂老板的帮忙 江森海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终于度过了这次危机 十级平米的创意小店 如何实现年销售额600万的业绩 获得在华年度英国企业家大奖 面对镜头 江森海为何入位 江森海的甜美家庭 却四个孩子四个性 究竟是什么原因 精彩继续 外国人在中国 为您讲述 英国人江森海在胡同里的创业故事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让江森海的事业有了飞速发展 奥运期间 小店每天的销售额最高达到三万 江森海从四万元起步 做到了年销售额六百万元一路地 一时间 江森海被各大媒体相及报道 他的名字也被众人知晓 2008年 成为江森海人生最辉煌的一年 这一年 江森海被邀请参加 2008年度英国商业大奖的评选 当时参加评奖的都是一些跨国大企业 江森海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这个小企业最后能胜出 他获得了2008年 在华年度英国企业家奖 颁奖现场的那一幕 令江森海终身难忘 我记得当年销售预计划 我记得当年销售预计划 我当时封闻记得了台外 我还在站在某所里 我还不可能相信它 我还以为我坐 stumble 然后我和妈妈搅拖 她和妈搅拖 我时宣问她 然后她说我期待 她说我很愿意 我会哭的 这是江森海获奖后 电视台对他的一段采访 对江森海来说 这是对他在中国创业 近二十年的最好肯定 事业的成功 让江森海的生活更加忙碌 但无论多忙 江森海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家人 和孩子们在一起 是江森海最放松最快乐的事 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是江森海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 清晨六点钟 他把孩子送到胡同里的幼儿园 之后江森海再回到南罗谷匠胡同的办公室 开始一天的工作 江森海非常重视产品创业 以前店里的T恤衫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江森海决定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创业公司 专门设计新品 为此 他特意邀请了中国设计师 加入他的团队 对 因为今天咱们有一个新的项目 叫PLA-8 然后这个是咱们中国的一个设计军队 咱们叫的事 然后原来反正大部分的T恤 都是我自己出的idea 或者自己设计的 但是今年我们就是通过微博和博客 找了很多中国比较有创业的设计师 来设计东西 创可贴吧在南罗谷匠的名气越来越像 全国各地希望加盟创可贴吧的人 也越来越多 哈喽 你好 你是从哪来的呢 我从江苏来的 江苏来的 可不可以加盟吗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加盟的业务 在准备吧 反正那个我们先 今年还是在开自己的实体店 加盟得反正得必须得做得相细一点 要不然把品牌特别容易做乱 是吧 很多朋友都全江苏海 把自己的企业做大 但是对于加盟这件事 他却有自己的想法 我对北京的一种爱也在里面 所以就是每一个图案 包括这个品牌 后边里面有一个故事 然后我也没有计划去开以前的店 我是觉得就是 其他公司对于我来说是够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 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个灵魂 江苏海所住的四合院和自己的店面 即一强之隔 出面后 很多人慕眠而来 这给他和四合院里邻居们的生活 带来很多不便 加上家庭人口的增多 江苏海不得已离开了居住了八年的四合院 在这个普通的居民小区 骂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你们好 江苏海你好 你好 这边是这边我们应该换一下鞋 没事 随便 平时是怎么住的呀 这间房 这是大闺女 大闺女 对 一个人一个房间 对 因为她已经十一岁了 她需要她自己的空间 这个屋是老二 老三 老四 反正老二 老三在这儿 老四一般是跟我和我老婆睡在一块儿 哦 是那个屋 对 是这个屋 对 这个是我和我老婆 然后孩子也是在这儿看电视 我们家特想 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分布得很好 固执得很好 江苏海现在有四个孩子 大女儿是前妻生的 老女老三 是她和老辣的孩子 而这个最小的女孩 是他们从武汉孤儿园里 领养来的中国孩子 领养这个孩子 是江苏海的主意 还是您的主意 是我们两个人 是你们两个人 我特别好奇 您看您自己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为什么又想到去领养一个中国孩子 好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给一个可能没有机会的孩子 一个好的房间 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在中国时间 反向领养一个中国闺女 然后还有是 因为我们老大也是 从我天气上的 所以本来咱们家庭 有一点不一样嘛 所以就是老四 把咱们家庭做得完美 完美一点 对 一种怎么说 不完美的完美 不完美的 江苏海给四个孩子 取了四个不同的姓 在其名字的问题上 江苏海颇费了一番脑筋 我们领养的这个小女孩 叫什么名字 你给她起的 她姓张 姓张 张对 为什么姓张呢 其实我们就 一直就 不知道给她起什么名字 后来那个 我们认识很多姓张的人 在北京 都是特别好 然后就给她姓张 所以她的名字 就是张一天 老大姓王 是她的 是她的妈妈的名字 然后老二姓许 就是咱们宝母阿姨 宝母阿姨姓许 所以老二姓许 对 而且根据妹特别好 老三是 许阿姨的老公 姓赵 老三是 赵家 往前面 许美 张一婷 就是甜美家庭 各取了一根字 四个女儿 组成了甜美家庭 加上老拉和姜思海 这一家六口 如今在北京的生活 还真称得上是甜甜蜜蜜 虽然房子不足一百平米 对六口支架来说 都少显得有些拥挤 但姜思海 当初还是决定 买下这套房子 我们买这个房的时候 是一个老头 一个老太太 然后 一直对我们特别好 而且给咱们的价格 也特别低 然后那个 就喜欢我们的 我们也喜欢他们的 然后他们 搬走了 第二个礼拜 那老头就死了 真的吗 然后我们 怎么说 挺感动 然后把这个 就是 箱子来感动 对 因为这是他的海报 就做青年了 对 虽然离开了四合院 但姜思海 依然对四合院里的生活 非常留恋 他把四合院里的生活 用照片一记录下来 做成了海报 挂在墙上 虽然搬到了楼房去住 但姜思海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胡同里 他的店和公司 依然在南鲁古巷的胡同里 胡同 才是姜思海 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那是03年 还没开店 还没开店 对 我们就是 这就是一个 著名的一条店 然后没什么店 然后特别安静 不像现在 我们都抽到胡同 把声音调低一点 基本上是吧 只要是这些店 都认识 如今 姜思海走在南鲁古巷的胡同里 那份自在 那份随意 或许连他自己 都不曾想到 我的生活就是 是吧 我反正我也是一部分的北京人 现在是吧 我在这生活了快二十年了 所以肯定是被影响 我每次 我也偶尔回英 我不怎么回去 但回去的时候 现在我也 有点感觉 我也是一个老外 在英国 今年三十九岁的姜思海 在英国 只生活过十七年 可在中国 已经生活了快二十年 在南鲁古巷 胡同里的人们看来 姜思海和他的创意小店一样 早已成为了 南鲁古巷的一部分 二十五年前 他是一名美国空军 驻扎在台湾地区 与大陆隔海相望 大陆是中国共产党国家 我吓死了 为什么 我以为要打仗 二十五年后 他是下门首位荣誉市民 融合了中国友谊奖 做梦想不到 在中国会这么新 二十五年间 他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 走进厦门 潘维莲 为你讲述 他与中国的特殊情缘